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手语是一种无声的语言 即使在宁静的教室内 仍然听到Stacy的心声 你们见听人有广东话 我们的语言就是手语 我见到有些见听人喜欢学手语 我都会很欢迎的 我便试试 希望透过这样教手语的时候 可以两个人沟通更容易 好像中间的隔门可以破除 建立了一个桥梁 大家可以沟通互相认识 46岁的Stacy是手语导师 这日他教一班见听学生 学习基本的情绪手语 爸爸妈妈虽然听觉没有问题 但他一生下来就相以失聪 妈妈一生我 我一出生就是一个聋人 有机会是因为妈妈以前没有打 某一种疫苗 得过麻疹的疫苗的时候 我一出生就是一个聋人 来吧 Stacy三岁开始学手语 但由于龙人学校的老师 用口语教学 她从小到大要读唇学习 例如我试过 我记得有个同学说 她很不喜欢老师 只是说话的教书 所以就跟老师讨论 你上读 你可不可以用手语教我 我真的不明白你说什么 但老师就会说 不是呀 校规已经说了 然后呢 老师就冤枉我们 弄坏桌子 带了我们去校长室那里聊 还要叫家长来 那家长呢 就很快就已经会说 哎呀不好意思呀 哎呀我们的儿子不对啊 但我们的角度就是 喂 用手语是我们的权利来的 所以我们那时很深刻就是 要争取 我多时那些位置就是这些委屈 好像出发不了出来 我觉得自己 我没有做错啊 我无辜的 但就是因为 沟通上高的问题 很多累积了这些 不开心的学校 又不会有任何 情绪上高的支援 给我们 只是会发生很多 这些误会的事情 唯有自己忍 我又不想忍 其实很多这些 很无辜的事情发生 龙人和普通人一样 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 但Stacey说 公立医院的精神科医生 轮候时间很长 加上他们不懂手语 沟通上是一个大问题 那时就算去其他专科 看医生 那些翻译员都译得很短 而会诊时间又很短 10分钟 15分钟 明明看到医生说了很多 但手语翻译 好像只是说了很少内容 让我知道 我想问清楚我的病况 到底是怎样的时候 他们又只是解释得很简短 完全都不会再仔细 去告诉我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也免得再去见 精神科医生 我跟他说 你要跟随医生说的东西 去译给我看 你不可以靠自己想的东西 或者你决定 筛选哪些内容给我的 我有试过这样跟他们说 我想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这个身体部位 即是他说的是哪里 但翻译会阻止我 叫我自己回去上网找自己查字典 根据医管局过去五年度的数字 医管局提供首语全译服务的次数 由2018年至2019年的1049次 上升至2022年至2023年的1563次 不过根据社联今年常载的香港首语翻译员名单 全香港只有54名合资格首语翻译员 难以应付龙人的需求 为了协助有精神健康困扰的龙人 接受心理治疗服务 首语全译员兼临床心理学家朱敏謙 三年前开展了龙人精神健康计划 为不同背景和首语风格的龙人 安排最合适的心理治疗 因为过往大部分香港本地的龙人 他们在外边无论公营或私营的机构 去接受精神健康的服务 无论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学家的服务 大部分都是两种方法 第一就是所谓心理学家讲大声些 希望让龙人听到 第二个方法就是好像写信 每一次龙人来到就带一封信给心理学家 心理学家又可能写下 然后回信给他 那就不断地用文字上去沟通 他觉得龙人比见听人士 可能有更多情绪上的困扰 我想龙人听力的状况 其实没有幸免他们 于一些我们普遍人 可能都会经历的生活辛苦的事情 比如可能工作压力 学业压力 家企关系不和系不协调 甚至其他问题 而他们听力的状况 分分钟还会令他们更加容易 去需要经历这些情况 而当他们在社会上 因为语言和我们不同 而被隔着的时候 他们变相有 没什么机会找到人帮忙 除此可能情绪继续会酝酿 找不到人帮忙的时候 慢慢就可能会累积到 变成一些情绪 精神健康困扰的状况 由于设立龙人精神健康服务 注文献去年获得 香港红十字会 香港人道新力量奖 计划是容许我们一个团队 可以坐下 开始去探索一下 或者去构赏一下 我们一直说 本地龙人精神健康的服务 那个蓝图到底是什么 我们到底想在哪些层面去做介入 而很荣幸地得到这个奖 都给我们团队很大的信心 我们知道原来这件事是值得做 待会见一个第一次见面的龙人 参与计划的首语传译导师冯晓文说 治疗开始前 传译员会和心理学家会面 商讨所用的治疗工具 尽量贴近龙人的意思翻译 我适当地加一点不同的生字 令他明白 你有没有想过 有些情况下 我们都会尽量贴近龙人想表达的意思 他的情绪状态 去逐字逐句 将他意译给心理学家知道 反过来 都是将心理学家说的东西 意译给龙人知道 我们自己都可能和心理学家谈好了 这里我们可能要加多一点的演绎 然后或者加多一些例子给他 某些的生字 其实是不通的 在这两个语言里面 不会找到一个一对一的对应生字 所以我们可能要加一些例子 如果我只是问龙人朋友 你有没有戒手 他可能会答我没有 没有 但是聊天过程中 他会觉得 那天我拍了一张药丸 其实都是自杀的表现 Hello Hello 请坐 我刚才介绍自己是心理学家 心理学家会用认知行为疗法 例如画情绪高低时间线 帮助龙人回想情绪低落的时候的经历 曾经经历过一段低谷低潮的 当他用绳子 可以在这个表上高 去画自己一些情绪的高低低 他会更加容易知道 原来我的情绪在某一个位置 突然间有一个转变点 突然间有一个转变 可能由本身很开心的 但是跌下来 那我们就会 可能指着那张图上高 某一个转叠点 就问他 其实这里是发生过什么事 他们就立刻可以很具体 很视觉 这样去明白 是我的情绪有一个这样的不同 接着再回想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会更容易地说 在无声的世界 唯有手语传译员 才可以传递他们的声音 因为每个龙人的背景 对精神科的概念 词汇的理解都不同 所以其实翻译都要很懂得 调节自己的手语 去配合龙人要些什么 而不只是跟着 逐个字翻译就算了 反而最重要是 要知道眼前的龙人 怎样的表达 令他明白 很多时 心理学家都会用 普遍主流社会的人 对于龙人的一些误解 去提供服务 例如外边的人 大家都会不以为 我说大声些 或者口压大些 那么龙人就会看得很清楚 但其实很多龙人 都告诉我们 效用不大 所以我们都一直 从一些过往 龙人很难过的 这些接受治疗的经历中 我们希望在服务上 做一些改动的不同 让他们至少在服务过程中 可以自在一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